新竹县宝山香扶原广阔 面积将近新竹市的三分之二 但是只有17位消防员守护居民的安全 乡公所就添购了780支灭火器 安装在全乡390处 能够在第一时间及时灭火 也在宝山国小等三处 加装监视器来维护治安 社区墙面现装上红色箱子 宝山香最近发生偏远老屋失货 消防员到场火事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乡公所就在全乡设置灭火器 有38万来做这一个社区的垃圾纸车 那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一个 监视器165万 制作三组 在我们的园区的三公里内设置 宝山扶原广阔 面积将近新竹市的三分之二 三万多居民只靠17位消防员 疲于奔命守护安危 主客管理局回馈地方 补助宝山 相公所就花费78万 添购780支灭火器 在390处放置各两支 户外116处加装外箱 128处则加装底座 让民众在第一时间 就能将火事控制 避免灾情扩大 我们113年度 我们也会将这一个灭火器 以及注警器的这一个预算 能够提拨 加强提拨 希望能够落实在我们家家户户 另外花费165万 在双原路一段与大雅三接口 宝山国校 天阔社区等三处安装监视器 也构置垃圾子母车等 让居民生活更安全便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